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质通鉴的记载只有两件事 第一 齐国攻打魏国 夺取冠金 第二 赵国攻打齐国 攻陷了齐国长城 这两件事可以看作魏国内战的延续 前两年里 魏英和公仲环内斗 赵国和韩国扶持公仲环 美攻魏英 结果因为意见不合 先后撤军 反而让魏英绝处逢生 赢家同吃 三晋的这些乱象本来不甘齐国什么事 但以战国的风气 隔岸观火不如趁火打解 把水搅浑 才好浑水摸鱼 齐国这次攻打魏国显然是来捡便宜的 如果按照传统的军礼 魏武侯刚死 魏国正值国丧 趁人家办丧事去抢人家的地盘 而纯属费礼 为君子所不吃 但没有办法 谁让礼崩越坏了呢 在鳄鱼谈里的幸存者看来 活着当流氓 总比死了当君子为好 反正大家都开始耍流氓了 自己当君子的话 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在道德操守的问题上 一旦突破了底线 哪怕只是突破了一点点底线 通常总会一泄千里 一方而不可收拾 所以维护理智总要严防死守 所以道学先生总是格外的不尽人情 看看周贤王元年前后的天下大事 明显已经没有当初的贵族气质 根据史记的记载 魏英 也就是魏惠王 大概不想和齐国恋战 索性的把关金送给了齐国 以何为贵嘛 毕竟这时候巩固内政才是最要紧的 赵国呢 很可能因为没在魏国这边捞到便宜 所以趁着齐国攻打魏国的当口去打齐国 攻进了齐长城 但很可能啊 因为看到齐国占领关金 结束对位战争的进度太快 自己呢又有别的事情要忙 所以主动撤军 赵国要忙的别的事情 是再次和韩国联手武装干涉周天子的家务事 这是后话 我们先按下步表 周贤王元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但资质通鉴只字未提 事情发生在秦国 岳阳这个地方下了一场金语 岳阳 岳是木字旁右边音乐的岳 不是岳阳楼记的那个岳阳 这个岳阳呢 在今天西安市临桐区岳阳镇和武屯镇的附近 前面讲过秦贤公回国发动政变 在树长改的帮助下夺位成功 很快呢就迁都岳阳 到周贤王元年 秦贤公在秦国已经执政17年了 岳阳是他的父弟 岳阳的这场金语到底什么样 是满天飘洒金粉 还是很多金属物品从天而降 我们不得而知 但无论如何 这场金语对于当时的秦国人来说 肯定属于异常现象 传递着某种神秘兮兮 需要呢 用心领会 依照史记的说法 秦贤公领会到的是 这是金锐 锐就是祥锐 金锐就是在武德系统里处于金这个类别之下的祥锐 战国年间 武德理论正在萌芽生长流行 在武德系统里 有很多五个异族的事物一一对应 诸如五行分别对应五色 五行当中的金对应着五色当中的白色 天上最高级别的神也有五位 同样和五行五色一一配对 金和白色所对应的就是白帝 于是在秦贤公的理解里 既然天降祥锐 这份祥锐又明显属于金锐 那么自己啊 该做的就是修建祭坛 祭祀白帝 这位白帝当然就是秦国的保护神 这个逻辑呢 越想越合理 因为秦国是西部诸侯 五行对应五方 金对应的恰好就是西方 所有的细节都合得上 这份祥锐实在来的明明白白 辞职通界之所以忽略这件事 当然因为他是怪力乱神 但是怪力乱神本身虽然并不重要 而秦贤公因为这场怪力乱神事件 而做出的反应 也就是修筑祭坛祭祀白帝 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武德系统里 五帝是五位天帝之一 而天帝作为最高等级的神 传统上只有天子才有祭祀资格 诸侯不但只有祭祀名山大川的资格 这些名山大川还必须是自己境内的才行 否则就算费力 前面讲过 国之大事再次与荣 祭祀和打仗是最重要的国家大事 半点都疏忽不得 秦县公竟敢公然祭祀白帝 这就和楚国国君公然称王一样 是对周天子连名义上的尊重都不给了 秦县公虽然挑战了周朝的传统 但是并没有违背秦国的传统 早在周平王东迁秦国刚刚建国的时候 秦县公就修建了一座祭坛祭祀天帝 当时还没有武德理论 所以天帝还只是天帝 并没有一分为五 这件事被秦国的史官记录在案 后来司马迁读到了这些档案 感慨万千 说秦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显出 僭越的苗头了 在周太史丹拜访秦县公的48年前 秦灵公还搞过新式的祭祀活动 祭祀对象是皇帝和炎帝 这个就是炎皇子孙概念里的皇帝和炎帝 当我们把皇帝和炎帝放到秦国的祭祀背景下来看 一下子就会发现 炎是火是红色 黄呢当然就是黄色 炎帝和皇帝看来就是武德系统的两位天帝 再看史记武帝本记 就会留意到皇帝之所以叫皇帝 是因为有土德之锐 也就是土锐 既然一直精锐对应白帝 那么土锐对应皇帝 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样看来 应该是先有了武德理论 才有了武帝的传说 武帝呢才对应其武色 最后武德理论没人信了 繁琐的武帝系统就被简化为炎帝和皇帝两位 被封为天下人的共同祖先了 秦国祭祀的天帝除了炎帝皇帝白帝之外 还有清帝 只差一个黑帝 祭祀天帝的祭坛叫做智 天字帮加一个寺庙的寺 既然有了这么多天帝观照秦国 既然对应着天下四方的各位天帝都来秦国显灵 那么明年人自然看得出来 秦国取代周朝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这就是天命 人力不能和天命抗争 司马迁作为汉朝人 最没能摆脱的时代局限性就是迷信天命 所以史记会对秦国的祥瑞格外重视 正是这些祥瑞让司马迁得出一个结论 秦国面积小位置偏 兵力不如三进墙 一向都被华夏诸侯当成野蛮的遗敌看待 还特别缺德 你看起这么多的弱点缺点于一身 按说狗活下来就算走运了 却能够一统天下 看来真是有老天爷在拉偏家呀 今天我们谈到秦国的崛起 通常都会把主因归于商鞅变法 强调制度的力量 制度才是第一生产力 但这个只是我们看到的主流解读 是很多彼此相左的意见当中 最后胜出的一种意见 司马迁还谈到了一种意见 他自己也是很认可的 这种意见貌似客观 带有地理决定论的色彩 说东方是万物萌生的地方 西方是万物成熟的地方 所以人要想搏个开门红 一定要去东南 而收获成功果实的人 一定都在西北 如果今天的创业者 还能相信这个道理的话 那么注册开张 可以选在上海 然后再把主场嵌到拉萨去 这当然是句玩笑话 在司马迁看来 秦国无论从地理位置上看 还是从上天降下的启示来看 都注定着将来的不凡 所以我们读史记 其中记载 从西周到春秋时代的 十二诸侯年表 把秦国排在诸侯的第四位 到了记载 战国大事的六国年表 秦国就升格为诸侯的第一位 司马迁显然认为 秦朝取代周朝 不但是大势所趋 更是天命所归 司马光当然不信这一套 虽然他也会高谈天命 但那个只是桃花而已 我们可以看司马光的一封奏章 劝谏皇帝 谨慎守护祖宗基业 里边就提到了宋太祖 受命于天地如何如何 其实他在上下文里 清清楚楚的分析说 开国帝王创业的时候 全凭智力和武力 和旁人争胜负 只有最聪明又最能打的人 才能一统天下 这话太普世了 连儒家底线都不顾了 当然更没有把天地当回事 就这样 在司马迁眼里 一身远的一场金鱼 在司马光眼里 约等于零 乃至自治通鉴 连深挖一下这场灵异事件 背后所彰显的政治野心的念头 都没有了 下一讲 我们还要谈一桩 司马光失察的大事 中文字幕——YK 主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